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玉 嗨 大家好 我是秀 關於我的都市傳說這個系列呢 原本是打算沒有要再繼續拍的 但是呢 因為前陣子呢 我媽從台灣打電話給我 她問我一句話 讓我覺得說 我想要回顧一下我以前的都市傳說 對 她跟我說 欸 小玉 妳之前在家裡做都市傳說的時候 是不是 有招愛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啊 這樣 然後我呢 沒有啊 怎麼了 聽說我這樣問 家裡有飯怎麼適合 她說說她要請師父來看 但是她說 具體的部分 師父說 我們不要講出來 她也沒有跟我講為什麼 她只是問我一下 那她會去出來 所以呢 這次就想說來 回顧一下之前 我們做了一些都市傳說 就是也順便請各位觀眾幫我們 也回去看一下 哪邊有哪些異常 有可能 造成某些東西留下來 那我們上一次的 回顧 回顧到 Baby Blue Baby Blue之後的下一個 就想說是 打到地獄的電話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開始來回顧 那這部 當時比較有趣的是 在五分三十三秒這邊 你看 怎麼那麼久啊 當時一個 GEE 然後呢 我就把那一段 GEE的聲音 讓它變慢 好幾倍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 有什麼聲音 你看我好像鬼喔 你看你 還好 怎麼那麼可愛的鬼 好 好 我們給它三秒時間來聽聽看 你那麼久了 嗯 久了 你那麼久了 嗯 久了 啊 啊 放到我 不怕 嗯 我對一個人在講 呃 呃 就是 來自第一次的聲音 但是它 頻率變很快 就變成原本的 但是它這個GEE其實 呃 GEE比較可愛一點 超可怕 這就是這個地方 最詭異的點 我不知道那是怎麼樣 就是也有可能 所有的高頻的聲音 把它放慢都會變成像這樣子的聲音 再來呢 這部片 第二個詭異的地方 就是我的臉很詭異啦 我臉算很怪 你臉好 好怪喔 很像這種鞋 對 我臉算很怪 但是你看一下你 你更怪 我怎樣怪 妳看你彈了一下 有啊 那你有彈嗎 但是我沒彈 欸 對 對 欸為什麼我 我不確定我那邊有沒有剪過 但是 是整個螢幕都有跳一下 因為其實我手機這邊有跳一下 所以 我反而說那邊有沒有剪過 但是這個部分我不可能剪 但是現在原始片 我已經不見了 我是不是也有動一下 我有抽一下 你的 我的手指的地方 你的點不太像有抽 但是下半身有一點 這部影片 詭異的點就到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下一部影片 烏鴉人 烏鴉人這支影片 其實原本預期也沒有說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因為他也只是許願 但是這部片就是 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怪事情 在 5分44秒的地方 你可以達成我的願望嗎 那我這樣子講完 他會達成我的願望嗎 好像是聽說 只要你講完之後 感覺一下他旁邊的鬼 我剛剛有聽到 我有聽到 我那時候都有聽到 你一講完之後 他就馬上就 可以把音頻真效到 加個10 鬼影到 就好像只是一個 的的聲音 所以應該不是輪的聲音 然後呢 再來就是 6分12秒 黑色的 那水瓶怎麼在動 幹嘛啦 哪個啊 那時候我看到那邊 那邊有一個水瓶在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沒有看到水瓶在動 但是我就是有看到那個水瓶在動 我自己有印象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那時候 燈很暗 然後前面的蠟燭又會一直這樣晃 導致他的那個光影的晃動 然後導致我好像感覺的 有幻覺這樣 所以應該不是 對 然後再來就是6分29秒的地方 阿 怎麼辦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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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開門的聲音 我不確定它是什麼聲音 就是 有點也像按快門的聲音 欸 對 有點像按一個快門的聲音 但不是我們的快門 然後呢 最後還有一個 在57秒的時候 喔 好跳喔 你幹嘛 怎麼辦 什麼聲音 快快快 快點啦 一個洞 像踩在地上 的那種聲音 而且是一個脆的東西 跟它互相產生會的那個聲音 好 假設今天烏鴉冷真的來了 那烏鴉的腳是不是那個材質 如果踩到那個地板 是會有那個材質的聲音 有一點指甲 但是不確定 其實烏鴉的人 當天我們做完 也沒什麼大問題就結束了 再來就是下一個黑桃皇后 這個東西 我在當下也沒有發現 但是有一個非常毛的地方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 你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黑桃皇后的臉 我忘了黑桃皇后照亮 黑桃皇后沒有一個長相 但是你感覺 它是黑桃皇后 要戴一個黑色帽子 然後點個眼睛 然後這樣子看 哪一個是眼睛 這個是眼睛 然後戴一個帽子啊 嘴巴鼻子 喔有一點 然後還穿著黑色的袍 這是整部最毛的地方 這一部就是傳說的宗旨 就是我們要做這些儀式之後呢 會看到一個黑桃皇后在鏡子面前 然後它就出現在你做完之後 我剛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確實有嚇到 但是我後來有發現 在6分20秒左右 好你擦 擦完之後 擦回去 就有了 就有了 但是你不覺得有點太巧 雖然這只是因為一個擦絲 但是我就覺得有點巧 又讓我覺得有點小毛 而且這個儀式 我們兩個都露到了最後一個口號 然後黑桃太太消失吧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 哈哈哈哈 靠北 那就不走了 這一部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最詭異的就是那個 黑桃皇后的那個形象在那邊 應該就是巧合啦 但他媽也太巧了 然後再來就是白色很昏圓 這一部真的是沒有什麼怪事 但而且又有點好笑 但是 這一集好笑的點就是 就是你很不正經 我很正經 然後呢後來就換我 好我們要開始想像 我們有一個黑色長髮的 白衣女子 然後呢就是越來越靠近 我們一直靠近到我們面前 好來 本來是 你在幹嘛 哈哈哈哈 這不是重點 有比較奇怪的點 就是說 在8分40秒左右的時候 我一直在那邊翻來翻回去 但是我那時候是睡著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其實這一部片也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我就結束了 再來就是下一個 11英里 這個東西很久之前 就有人傳一個照片給我 我忘記那個照片是誰 如果有看到的話 看去做一個什麼 Google相簿的共享連結 然後在下面留言給我們看 因為我現在 目前找不到 就是說 一個畫面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個畫面 但是這邊有兩個白衣 還是走過來這樣 他沒有跟我說幾分幾秒 只是說他截圖 他有看到這個東西 還蠻久之前的 但是我忘記 我忘記是 有人看到 還是我看到有一篇 網路新聞在寫 我忘記是哪一個 反正就有拍到 但是在6分10秒這邊 有一點詭異 我們可以放放來看 你有沒有感覺 這邊有站一個人 欸 看很對耶 噢 它只是一個重子 站一個人看 就一下一個人 還是別是一下子家 然後呢 在 5分44秒的地方 這邊大家一直說 為什麼我們打手打出去右邊 反正這個部分就是說 他右邊是一個木園 然後我就是隱約在旁邊 就看到網友 坐在木園上 你有沒有突然張那麼大 嚇我一跳 都可以跟我講 當下哪敢講 很不清楚啊 但是我那時候隱約有看到 隱約那時候過去 其實也有一點速度 然後下面 陰陽眼的網友有看到 他們說不只一個 畢竟是墓園 然後呢 11英里就 我們也是順利就回來 你沒什麼事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孤單 椅子 一個詭異的歌 然後在6分15秒的過分 突然有個 蹦 有像人 厚一點的手掌 那我們再和我 兩個一起拍試試看 我想你自己拍 沒有那麼大 沒有 這個比較像 對 就差不多這邊 就差不多這邊 突然聽到 他應該要再一次 大家可以去查看這首歌 差不多就這樣 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呢 下一個就是這個主人遊戲 就是我們把它拿來拍Q&A 也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再來下一個就是 就是算本片重點吧 這算是我們第一次 遇到這麼大的動靜 我們看下去吧 我們突然 一聲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 跑出去看 靠北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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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鞋子 飛到那邊去 靠北 鞋子 鞋子 你陪我走出來 不是啊 我怎麼會這樣 我該不是放在這邊而已嗎 我剛剛突然在這邊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 地板的鞋子 亂成一片 但是呢 我們往前看 我們一開始有出去 我們那時候還剛好 我們就這麼剛好 有聊到說 鞋子 頭上進去 擺旁邊就好 不能擺太整齊 為什麼 因為怕被穿走 有這種事 真的 睡覺的時候 不能把鞋子擺在這裡 因為放在這裡的話 他們很好穿 然後他穿上去之後 你就會被複身了 真的還是假的 你看鞋子是放好了 然後後來呢 出去看的時候 亂成一團 被踢完 好 就差不多這樣了 至於別步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差不多到這邊就好了 今天總結一下 在這幾個都是傳說裡面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講 詭異性最嚴重的 OK 地獄電話第一名 因為我們把它調慢著 那個聲音 頭超麻的 然後呢 第二名應該就是 無業人 我覺得第三名是 貝通紅 可是當下在做的時候 最詭異的是11英里 就是感覺壓力最大 因為你 周圍都是黑的 其實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有什麼東西留著 但是我總覺得 在那一段時間 好像總是 家裡會有一些怪聲音 我不知道說 家裡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媽也講說 師父只要不要說 因為會影響到他 我不知道詳細是怎麼樣 反正就會有影響 就都不要講 這樣子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大家有看到什麼的話 可以視訊我們 跟我們講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好請幫我按喜歡 並分享 記得按訂閱 按小鈴鐺 最後我們還去FB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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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